我第一次比较具体了解翻糖蛋糕是因为蔡依林作为歌手的她,参加国外组织的翻糖蛋糕比赛还获得了金奖,然后陆陆续续的发现,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她翻糖蛋糕的身影,主战场当然是她的微博, 从14年开始到现在能很大程度上看出她的进步,然后她的作品出现,在5月天的演唱会,出现在霍建华的生日,林心如送她的蛋糕出现,在今年年初贺岁片捉G2的宣传中总之任何意想不到,各场合都有她们的出现由此可见,翻糖蛋糕是一个好东西,什么样的状况都能用来做礼物, 七九八好像开了她的一家店,不管是路人还是什么,肯定都被这位不仅唱歌好听,还有其他猜疑的歌手所圈传, 粉丝也在为她打call的同时,催她尽快出专辑,不只是蔡依林,唐芒周一说,把食物做成艺术品,结合中国风制作精致的蛋糕,听起来也是一件很美丽的事情, 她的作品几乎和手办一样逼真,关键还能吃,前些日子出现的杭州女孩陈瑶也和同伴在纽约, 在世界面前将她们的故乡杭州用翻糖蛋糕的方式展现了出来,当然任何事物没有实权实美的,就拿她来讲吧, 她的缺点是什么,贵,味道也取决于里面材料的选取和制作,我是舍不得吃的,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尝试学习一下,这样以后送礼物再也不用发愁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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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